大家好,欢迎来到理论律师 事务所的家庭财产与医疗规划讲座14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唯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成员 例如残障人士精神健康问题患者 认知障碍患者等制定一份周全的财产医疗规划 无论是由于车祸慢性病 还是长期的精神或认知问题 提前规划不仅能减轻家庭负担 还能确保他们未来的生活得到保障 请允许我们从一个案例故事开始 大卫的妹妹玛丽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行为能力 无法独立生活需要长期护理 大卫决定亲自照顾玛丽 但她很快意识到 这不仅是情感上的压力财务负担也日益加重 为了确保玛丽未来的生活和护理不受影响 律师建议大卫设立一个特殊需求信托SNT 什么是特殊需求信托SNT SNT的资金用于支付玛丽的医疗护理和生活开支 而不会影响她享受的政府福利 如Malicade和C 通过SNT玛丽的生活质量得以保障 即使大卫将来无法继续照顾她 信托中的资金也能确保她 的财务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关于受托人选择 是选择家庭成员还是专业机构 在设立SNT时选择适合的受托人至关重要 受托人可以是家庭成员 如大卫 也可以是专业的信托公司或律所 选择受托人的关键是确保他们具备管理信托资产的能力 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合理分配资金 专业律所或信托机构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能够提供更多法律保障 避免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 Abo账户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Abo账户允许家庭为有特殊需求的成员存储资金 用于支付日常的医疗住房等支出 虽然每年的存款金额有上限 但它为短期开销提供了灵活性 Abo账户和S&T可以结合使用 确保家庭成员的短期和长期需求都能得到保障 受托人选择的灵活性 在实际操作中 家庭成员可以作为受托人之一 特别是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更具灵活性 但当信托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和税务问题时 选择专业的律所或信托公司 可以确保财产得到更好的管理 并符合法律的严格要求 这位家庭成员减轻了压力 也减少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 其他关键法律文件 除了S&T和Abo账户 家庭还应确保准备好财务授权书和医疗授权书 财务授权书能保证当主要 照顾人无法处理财务事务时 受托人可以继续管理信托和财务 而医疗授权书则能确保法律上 授权的人可以做出关键的医疗决策 避免未来出现不必要的法律障碍 总之 未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成员制定财产医疗 规划是确保他们未来生活质量的重要一步 通过特殊需求信托 S&T和Abo账户 财务和医疗授权书 您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 全面的财务保障和生活支持 同时选择合适的受托人 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专业机构 都能确保信托资金得到合理管理 让未来少一份担忧 多一份安心 如果您有相关需求 欢迎联系理论律师事务所 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 帮助您为家人规划一个安全的未来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